作為二代捷疤的典型,孫權升出於藍而勝於藍,甚至要做粗生出了生子當如孫仲娥的慨嘆。 從他的身上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管理解釋,一穩定外部,用人妖術富興捷連去世後,離近18歲的孫權捷疗班,但卿長尊澤留給他的基業,卻並不穩固。 行案的事當時外話並不太強,長江上流的劉表活來,找謝,中原的早粗王來秀,正在決一死戰。 能方的山越不成氣候,借使孫權有要一定的喘息之機,他的難在現在有優雅,興長遵察江進入東時,暴力執政失去人心。 樓下的團隊也不團結,所以迎接孫權的是,團隊骨剛造反,優秀人才遙擺觀望,有實力的世家大族不肯合作。 他們對著修股力量,第一股是富興樓下的老人,第二股是從北方流王爺來的優秀人才,第三股是江東世家大族。 那可在凝聚人心方面,孫權是如何造的呢?重用元老。尊重人人,穩定世俗,鎮涉對手。 孫權接班後,對富興所流的前輩老臣,極盡信任並重用,執行他輪所奉行的策略。 雖然團隊內部有人造反作亂,但他並未自亂陣落,依然重用元老。 比如周瑜,他常聽宵了優秀人才代表張超的建議,實行穩定豪強的策略,並不像兄像雅有強硬,以合作拉攏為主, 既穩著當地有影響力的世俗,也為日後處備了人才,比如後來幫他就留備和早留的名將陸信。 就是出自江東豪族六四,與此同時,他也不忘對外造出強勢姿態。 統律卑華,抵禦強敵,鎮守江東門戶,指以出自己的實力和競爭力。 二外結盟友,合中連環當孫權開始在倫江山之死,早初也擊敗袁小律統北方。 面對離世洶洶更強大的對手,孫權再立老祝的建議,選擇與對手留備結盟。 共同江曹,因爺就留了後來的火燒石壁,早初敗走,留被掘起,孫權穩固。 再之後收分天下成名的時期,孫權也是與曹操時戰時合,與留被約即約利,在合中連環中不斷強賴自身。 若有永遠的對手,也若有永遠的盟友,只有不斷強賴自身。 才是正理,三域人有方,共同成長大繁亂就及有所成之人,無一不是在蛇族精進和學習中。 孫權就是愚者,他不僅自己學習,順著重培養權對成混學習的習慣。 即自通教,終有一篇孫權勸學。 講的就是他血道呂榮向學,在他的刻意栽培也,呂榮從一個只有匹夫之勇,空無偷入的普通士兵。 成長為一代榮將的故事,最終作孫權強關於奪經周,孫權以身作則和蛇者以行的精神。 影響旅遊和更多團隊成混,讓他們能夠行動,不斷學習,留下英才學識, 飛覆一下阿龍,視別生日,當刮目相看的典故。